日本的小学生开学都要准备哪些东西 出于好奇心领大家去看一看 日本人压压的弟弟要上小学了 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平常是用来垫屁股的 地震的时候可以用来保护头部 还有一个笛字可以用来求救 日本的小学生书包摔倒后 还可以防止后脑撞击 遇到坏人时还可以阻挡攻击 其实Landosir起源于日本的江户时代 在当时属于奢侈品 后来技术发展降低了成本 所以现在已经普及到了整个日本 因为日本小学生六年只用一个书包 所以他们会选择日本匠人手工制作的书包 比如这个日本百年国民品牌天使之一 设计好看又耐用 还有六年质保 这个材质不仅可以防水 还可以防滑非常耐用 大家可能感觉这个书包看上去很重 其实这个书包实现了轻量化 只是两个苹果的重量 这个肩带和背部有透气海绵垫设计 可以紧贴背部保护脊椎防止驼背 而且肩带还是左右联动的 保持相同角度开合 背的时候还可以始终保持重心在中间 减轻肩部负担 大家看普通书包扁塌反而会导致对身体产生更大的压力 这个防范暴凝器也是他们必备的 紧急情况拉一下就可以保护自己 他们的文具上没有花哨的图案 其实这是学校的规定 预防互相攀比 因为日本小学是学校准备午餐 所以还准备了餐具 他们从小还要用手绢的习惯 不用纸巾还挺环保的 日本的小学还要求衣服和个人物品上要贴上名字 所以还准备了这个贴纸 大家说日本小学生的这些准备怎么样呢 将有推荐指数 我们下期再见